主席各位同仁还有各位部会的首长 我想在这里先也就叫那个权势部 刚刚您在回应这个刘委员的时候 我不太确定您有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宣誓 就是说即使是公务人员 他受居家检疫隔离或自主健康检查的这个期间 其实他的权益是不能有任何的打折的 那在这个这一次通过的特别条例里面 也很清楚提到他的这个不利待遇的话 基本上是完全禁止的 所以他跟烤鸡部分我认为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联动 那基于这样我认为权势部也可以发含到各地方的政府 各级机关去再一次强调 这个特别条例没有分公务人员跟民营企业 那所以如果基于这样而必须在隔离的这个要求之下 造成无法执勤或者是照顾家人之下 必须要有这个隔离的照顾家 这都还是期待就是说政府自己带头 千万不要对于我们的公务同仁有让他们觉得说 因为他是公务员他变成次等的被保护对象 他因为是公务员所以他要牺牲自己完全完成这个国家 这个东西我认为在现在的时代发展之下 是不能再有这种差别待遇 所以请权势部要确实的去周知各级政府 跟各级的这个单位 那第二我想我就今天也就叫这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就是我过去在社运跟公运我也长期的去支持公务员的权利 我想郭主委也在这里 到底考试院全序部保训会你们站不站成公务员主公会 你们到底同不同意公务员的结社权 不是只有协会这样的一个类似社团 如果是公会在这次防疫的这个阶段里面 我相信会有更多前瞻跟更严谨的要求 要求政府也要求公务员自己也要求社会正视这个问题 以这次来讲在医护人员的这个得到蓝衣的这个状况下 就是一个他们的发生管道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再者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强调公务员的保障 还是在考试的公平性 还是在考基的这个比例性 还是在一种就是他们是国家公子 所以发言权话语权全部交给各位部长跟主委 我认为是不公平 所以对于基层的公务同仁 他们的结社权要请考试院也好 全序部也好慎重考虑 他们到底可不可以组公会 那郭主委在这里 国外我们去参访 不管美国欧洲哪一个公务员不能组公会 他也许拿掉罢工权 但是他的这个集体协商权 他的议约这个个别性差别的职业要求的工作条件 福利待遇是可以分门别类制定专法 修订专法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延宕那么久的议题 我25岁毕业做公运到现在已经25年 我一直觉得台湾的进步在这里是原地踏步 所以我慎重也请考试院全序部保训会 各位在研议一下 是不是近期真的可以考虑让公务员 特别是业务性质特殊的公务员 可以组织他的公会 可以有哪一位回应 是刚谢谢赖委员的意见 那因为我们公务员跟国家关系是公法上的职务关系 跟劳工和雇职是司法上的劳固关系 其实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在这边是认为说 公务员协会的部分 那现在已经有成立 那希望强化公务员协会的功能 包括刚刚赖委员所提的 开放专属性的组织可以跨机关来组协会 或者适度放宽协会得协商的事项 那另外编砍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今天朝这个方向来做 我知道答案一定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在劳动局 我的同仁说要组公会 我说你组啊 你组我来核准啊 公务员说公务员法 没有给他们这样的特殊待遇 那我想这个郭主委更了解 所以是不是真的审慎研议这个部分 那这个就跟我今天想要特别咨询的 就是在公职人员的健康权 还有他的这个职业权上面 结社权是我今天特别提出来 特别提出来的 那今天回应这个各个单位提出来的报告里面 下一页 有讲到我们这个市制 这个七八五号的这个内容 我看各部门都已经有提出来 你们是有要面对 特别的执勤性质的公务同仁 特别是锦销 或者是医等等 他们在这个市制七八五号上面呢 已经很清楚被提出 他们在扶勤时间上面没有合理上限 他们的休假跟扶勤之间没有一定的休息时间 这些问题应该三年内还是要请各位提出来 怎么样子做一个研定 下一页 那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他同时提到说 就是因为扶勤时间的上限不明 休息中间的间隔不明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加班工时 能不能换补修的期限不明 所以这些呢 也在这个七八五号里面 被视为是要修订的法规 所以不管是公务员的保障法 或者是相关的服务法 都要开始面对这个问题 下一页 那所以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不管是警察或者是消防 在他们的一日一 就是坐一休一 我们一般老公就讲坐一休一嘛 那他们比较文言叫情一休一 赶快的事情 就是中间的间隔休息 到底能不能像劳机法讲 虽然大家很不满意 但是间隔11小时 最差还要协商才能8小时 这个中间休息是必要的 一个劳动条件里面的 让他的健康权 让他的身心回复的状况 是可以列入法规里面的 那这个我相信在现在的 不管是警销或者是基层的一些协会 你们刚刚讲的公务员协会里面 他们也在探讨这个问题 可是现在谁定出标准 请问是在全新部还是保训会 到底谁要定出这个基准标准 郭主委 报委 那么785号解释 这个部分大概三年内订定必要 合理的框架性规范 这是保训会在处理的 但是因为修法它的旗程 有很多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 那么我们有组了一个咨询委员会 一个小组在处理 同时我们要做一个专案研究 还要跟相关的部会来密切沟通 包括人种这些 所以三年的时间其实也算蛮紧的 所以我们会在如期 会在三年之内会定出 这么一个必要合理的框架性规范 所以在框架性里面 你们现在有没有初步的一个看法 特别是刚刚讲 它如果是因为职勤之间的休息时间 必要的这个间隔 再来是它加班补休 基本上你们有没有换一个加班费的概念上 因为我现在知道公务员的加班费 只有1比1的算法 不像劳基法还有1.33 1.66的算法 还有假日出勤还要1加1 甚至休息日出勤 这个主委你设计的要1加3 请问公务员可不可以这样子 现在可能还维持上早 但是因为才开始嘛 所以我想经过专案研究 然后跟相关部会商量 包括跟专家学者请教之后 我想会比较成熟一点 我想您就是专家啦 你在劳动部的这个 我不敢不敢 这个专家你一定要先提出 我认为再推到下面去 公务员对你们这个长官 就是有点不耐 就是说要等到何年何月 谁要先出牌 当然是这个您这边先出牌啊 我想这个跟休劳基法不一样 因为牌基法本来就有 所以我们去修它 现在这个是没有是一个 比较开创性的 所以还是需要深重一点 请教主委 就是说在现在职安法 您当时也知道 为什么公务员的这个 这个职安保护 要从职安法里面拖出来 另外设计一个公务员 自己的职安法 为什么 不是从那里面拖出来 是原来在保障法19条的授权规定里面 我们定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安慰办法 是 职安法订定的时候 原来是适用一个月 但是后来那个时候 因为怕公务员有很多其他自己在 保障法里面已经有规定了 所以是排除 用公告排除 好那现在你们再倒回去 还不是要援引职安法的 6条2 现在我们 你们是一样的东西在那边循环 所以我觉得 不是循环 希望能够回到职安法 回到 那请教现在你们有没有调查 各级的政府 有没有订定这个 这个有关这个 过劳指引的相关执行计划 有没有去检查 你们有启动自己公部门的劳动检查吗 没有检查权 这是我们这一次 为什么要修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如果我们适用到职安法的话 未来就会跟劳动部去合作 是不是增加劳动检查人力以后 就可以来落实 检查的机制 对 那现在目前没有 就是我们在修这个 希望能够适用职安法 这个部分 目前为止 可能要先修保障法 然后再来订定职安法 里面的那个华护办法 谢谢主委 您是专家 而且你也责物旁贷 我想大家都期待 公务人员留在国家的这个服务里面 可长可久 太多公务人员 一而两年不适应就离开 高考进来的优秀人员就离开 我觉得这不是国家之福 所以很期待 考试院也好 全序部保训会也好 真的把我们的基层公务人员 当作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 所以他们的健康权 他们的结社权 他们的职业保障权 希望慎重对待 能够结合第一线工作同仁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赖湘林委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